这是我常吃的两种蜂蜜 一会儿挖点这个蜂蜜放到这小瓶里 一会儿大家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先挖点这个蜜 把它放到这个小瓶子的下边 再挖点这个蜜 两种蜜 一个放盖上 一个放在下边 好 嗨大家好 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阿姨 我这人呢就爱叫汁 我们家那个不是我吃那蜂蜜吗 在网上买的那蜂蜜 我从家里带来了这两种蜂蜜 我让这个就是大吉上这个姐姐 这大姐 我是长期就是跟着这大吉买他们家蜂蜜以前 可是有时候人家大吉一走了 我就买不着了 所以呢就是我今天要把这个技巧学会了 我也想分享给大家怎么样鉴别这个好蜂蜜 让大姐给咱好好说说 我这个小瓶子里是从家里垮的两个让大姐给尝尝 哎姐姐 你尝一下吧 这个这两种蜂蜜怎么样啊 你给品尝一下 有点浑了是吧 这盖上是一种 里边那个发黄的是一种 这两种 你尝尝 你也给我分析分析 这盖上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这个是断树蜜 对 太对了 怎么样这口感 这口感不错 是吧 我觉得跟您这断树蜜的味道是一样的 差不多 是吧 这都是一样的 再给尝尝里边那种 这里边这个 里边发 对 里边这个颜色发深点 是吧 对对对 您尝尝 这成了考试了 这个应该是山花蜜 哎呀 太对了 太对了 山花蜜 是 姐 您尝尝我这个蜂蜜 我们家 这也是断树蜜 这是黑风雪蜜 黑风雪蜜 这是 你这品种更多了 是吧 对对对 它也属于断树的一个品种 我也给当品鉴官 这老板说了 也是断树蜜 就是叫板子一样 是吧 我尝尝 怎么样 所以我那个一个等级的 是 嗯 好 你这有花蜜吗 就在尝尝 山花蜜 这个应该 这个就是 这个是山花蜜 这个是今年的新蜜 直接从风筹里边 直接甩出来的 直接甩出来 对对对 大家看看 这是那风潮 对对对 就是在油蜜机里边 这是在纪纪 从纪纪采来的山花蜜 这是咱们天津 纪纪采来的蜜 对对对对 是有那种花香味 我因为长期跟着您吃您的蜜 我特别信任您 您能不能就是跟我讲讲 怎么样就是简单的判断 这个蜜是好蜜 好蜂蜜 就是特别简单 让我们老百姓一听就明白 然后以后自己买蜜 就知道怎么购买了 什么叫好蜜 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 那个好蜜 它必须不管哪种蜂蜜 它必须得有花香味 如果说这个蜜它说的再好 它没有花香味 那就品质就不好 对 必须得有花香味 你看一尝有花香味的 这才是好蜜 一尝没有花味光甜 那就是品质不好的蜜 再一个什么 第二个就是 如果是这个蜂蜜 吃到嘴里边花的黏 有点呼嗓子 那个品质也不好 真正的好的蜜 它是吃到嘴里边入嘴计划 它不管是接经不接经 它入嘴计划 有的人像网上说 看接经不接经 接经就是蚝米 不接经就是蚝米 这种方法也都是片面的 还有说低到纸上不阴 那就是蚝米 这个方法也都是片面 因为它低到纸上不阴 这只能辨别它浓度 不能辨别蜂蜜 好坏真假 你看看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还有我听说就是说 搁瓶子里搁一勺蜜 然后弄半瓶水炸晃悠 然后出泡沫 这个 这个呀 但是不是特别全面 特别片面 如果是这个蜂蜜 如果是纯蜂蜜 它泡沫就比较多 如果说蜜里边给你摻一部分假蜜 摻一部分去蜜 摻一部分别的东西 它也会出泡沫 哦 是这么回事 一点这个蜜里边一点蜜没有 哦 那才没有泡沫 对 它才没有泡沫 你看看你看看 今天可学到了 所以说比起得比长 用这个口感是最能判断 吃的东西嘛 要得用口感长 要用舌头品 是吧 谢谢这个老板娘 老板呢 谢谢啊 不客气 人家你看看给咱们讲解这个 真蜂蜜 好蜂蜜怎么鉴别 这是我多少年来一直想学的 这回学到了 谢谢了 不客气 谢谢 好了好了 让大家埋到好工了 是是 好 再次感谢 好了 再见 再见 再见